至于大幅国小为了增加校园户外的活动空间 在县府的补助下来兴建有在地特色的风雨操场 不但有自然通风跟采光而且非常环保 让原本下雨天就无处可去的学生多了安全的场所 同时还可以提供给社区使用 因为宜兰多雨的气候 让爱好活动的学生只要一下雨 只能待在教室或是在走廊上嬉戏 但是现在有了这座风雨操场 小朋友不再受到场地限制 可以开心运动游玩 而且设计采用自然光线跟通风 又有环保概念 多增加这个操场有没有差别 有 雨不会喷进来 一赛都不能打 都湿湿的 现在雨下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打 本来如果有下雨的话你们去哪里玩 有 那个在教室 后床堂 现在下雨也可以来 对 也可以来玩 所以感觉很好 很好 本身我们整个风雨操场是以朝向门环保 减碳的这一个部分来 然后整个我们在活动的时候 一般的大型体育馆都需要开空调 或者是甚至在夏天的时候会非常的闷热 那最主要这种风雨操场的话 我们利用在地的自然的风 然后一般采用的光线也是采用我们外面的阳光的这个部分 所以相当的具有环保的功能 为了营造在地环境风貌 所以这座风雨操场以水鸟跟海浪为外观 加深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感 临近我们的石潮水鸟保护区 所以我们学校在设计的时候 是以水鸟的造型来做我们整个风雨操场的主体架构 那包括我们后面的这边有五只的水鸟的那个鸟的造型 然后在上面的屋檐的部分 也是以水鸟的翅膀及在地我们临近海边 以海浪波浪的这个造型来做屋顶的设计 另外大幅国小也欢迎社区居民一起来使用 落实学校社区化的理念 宜兰医院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